再幫我開啟舊檔 然後呢 有一個叫做 3D尺寸標註 我給同學講義的第一張的背面 然後呢順便 再幫我把工具列的隨便一個地方按一下右鍵 幫我把標註的工具列抓出來 好,然後請你試著幫我去標註看看 觀念很簡單 就是你當初怎麼做圖的 你就怎麼樣把圖形 就怎麼樣把坐標放進去 好,試一下 好,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 首先呢,我們可以坐標嘛 標最底下的時候,坐標可以不用動 我可以選這個點 到這個點 可以標出這一段 再來呢,我可以選這個點 到這個點 標出這一段 對不對 再來呢,我可以選這個點 到這個點 標出這一段 有沒有 之後,我要標上面這個面 注意 你必須要把你的坐標 就要搬到上面去了 因為這樣子做 你去做標註的時候 才能夠真的選到 上方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條線 我也可以拉一條線 這條線可以拉過來 然後呢,點選這條線 讓它變成是虛線 可是你會發現 欸,老師 怎麼第一時間怎麼選不到它 好,注意喔 當初有跟同學講過 3D線架構跟2D線架構 是不是一開始是 差別在這邊的坐標的顏色 好,他們實際上也有個很重要的區別 就是 當你在3D線架構的時候 是優先選3D為主 線不會選不到 但是不好選 好,但是不好選 它是優先以3D為主 如果你發現選不到的時候 不好選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換成2D線架構 這個時候 你再去選線的時候 就很簡單了 在2D線架構的情況之下 是以選取2D為主 3D不會選不到 但是還是以2D為主 這樣子我可以對它換成一個 中心線 好,做完了以後呢 再繼續對它做標準 譬如說我要標這一段的距離是30 好,我要標這一段的距離是 36 我要標這一段是 72 對不對 我要標一個角度 選兩個邊 這個角度是60度 有沒有 好,再來 我要標這邊的15 這邊的15 坐標不對了 3.UCS 原點 X方向 Y方向 先定好平面 然後呢 再對它做個標準 比如說 我要標這一段 60 然後呢 我要標這一段的高度 40 然後呢 我要標它的直徑 然後呢 我要標它的半徑 有沒有 這樣子我們可以做出我們想要的 再來呢 後面有一個75度 我可以把它稍微旋轉過來以後 對它做一個 坐標要改一下喔 3.UCS 圓點 X方向 Y方向 好 把坐標定在這個平面上 有沒有 定在這個平面上 OK 好 然後呢 去選兩個邊 一樣可以做出我們想要的效果 有沒有 好 請你幫我把它完成 好 試一下